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可能導致呼吸道疾病 對還在發育中的學童威脅更大 雲林縣政府現在打算要比照颱風警報 定出空汙停課標準 如果超過這個標準 學校就應該馬上停課 雲林二輪鄉旭光國小 因為位在佐水溪南岸 每到冬天東北季風一吹 經常造成嚴重的風吹沙 根據環保署資料顯示 去年10月份 這裡連續好幾天都出現 一個小時懸浮微粒PM時數值超過1200 超出台灣日均值標準125好幾倍 空氣品質超差 由於懸浮微粒過高 可能導致兒童罹患呼吸道疾病 雲縣府除了針對佐水溪南岸國小 進行輔導實施陽城計畫 若發現當天空氣品質不佳 超出標準值 除了以簡訊馬上通知取消室外客 未來也將擬定實施空污架的標準 空氣不好 怎麼說不好 窗 刮大風 呼吸不好 我們基本上我們跟環保局跟教育處 大概統一的想法說 如果PM10連續超過三個小時 以上都超過1000的話 那對有一些同學來說的話 因為他那個連續三個小時 可能會造成一個身體上的 比較不適的情況 所以我們為了減免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就決定這個 連續上的超過的話 我們會做這個停課的一個動作 雨林縣環保局表示 去年唐美和勘瑞颱風來襲 夾帶大量雨水沖刷 造成佐水溪裸落沙地 廣達1400公頃 比前年增加4倍 才會造成空氣品質嚴重惡化 目前已經跟教育處沿拟 若PM10數值連續三個小時破千 學校就能馬上停課 減少對孩童的影響 記者網友宇林報導